哈喽大家好,我是农村阿亮 今天我们又来这个山上干活了 刚才他们说这里啊 在那边 就是他们营多那边 花进了一条石 我们过去看一下 他们说是不知道是什么石 那个颜色花花莉莉的 我们过来看一下 他们在这里 我们过来看一下 看看是什么石 就是他们那些女人 说在这里啊 发现了花花莉莉的石 也不知道是什么石 他们也不认识 过来看一下 看看是什么石 他们都在这里 过来看一下是什么石 也不知道好像也呢 他说他在这地方 这什么地方 还买啥啊 不要用啊 发发啊 发发啊 应该是 应该是 发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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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是什么石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不知道是什么石 好吓人啊 我们过来看好几天 这个山呢 第一次发现这个大石 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们都在你看 都在这里 走啊 走开一点啊 走开一点啊 走开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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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是啥 不要不要靠近啊 大家都是在这个山上啊 这山上都是挺茂密的 都是这个芒草啊 那些之类的 刚才他们砍的时候啊 在这里啊 砍这个杂财的时候呢 就是说 那个蛇啊 就是从他们脚下 那个 走过去啊 还好他们都 穿这个水鞋啊 穿这个水鞋 不然就 被咬到了 就麻烦了 那边那个木棍那么大条 就像 比这个 比我这个 这个棍子 还要大一点 啊 听他们说 哎呦 看到好吓人啊 把他们 大家都吓坏了 把大家都吓坏了 把大家都吓坏了 哇 哇 哇 你不要吓人啊 他们又在吓人了 啊 小屎 可能是跑了 不知道跑哪里去啊 啊 因为这山上啊 都是很 很茂密的 你看都是这个 芒花 还有那个 路基 这种路基 都是很 很很 很茂密的 所以说 那时候一跑的话 就咻的一声就不知道 跑哪里去了 啊 所以我们在这山上啊 干活啊 都是 比较危险的啊 还是最安强一点 比较好一点 啊 啊 下时间了 啊 你看都是那么多 可能就是真的跑了 真的跑了 看不到 看不到啊 把他们都吓坏了 你看 都不敢 他们说都不敢来了 明天都不敢来了 都不敢 你在那边砍了啊 真的好吓人啊 他们说 遇到这个时候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有些人说是黑色的 有些人说是 那花里花里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刚才我们过去找了一下 也没 发现这个钟影啊 因为这个 这个大山里面啊 这周围呢 都是方言好 好远啊 都是没有赢家的 啊 还有这边呢 我们这来看这山上的 都是这种芒花 还有那个路基 特别特别多的 所以说 在这个大山里面啊 什么 有什么 这个 猛事物啊 也是 啊 说不定的 所以说 大家在这山上啊 干火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啊 啊 真的 太吓人了 说到我现在 我都要点 怕怕的 因为我在 我只只在这边砍了 他们都是在 后面那边 刚才那边砍啊 我就只一个人 在这边砍过来 啊 说到我现在我都 有点怕怕的了 啊 不管怎么说啊 火还是要干啊 但是 啊 安全还是一定要注意的 我们就是 啊 那个眼看清楚一点吧 慢慢来吧 是吧 火要干啊 火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 特别是在山上啊 那么茂密啊 还有 这个大山里面 真的是 特别特别要小心的啊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啊 我是农村阿亮啊 大家喜欢啊 啊 记得点赞啊 关注啊 拜拜